大家好,我是刘毅 炸鱼块是一道很受欢迎的美食 但是有很多朋友搞不清楚 到底是放面粉还是放淀粉 炸出的鱼块总是不够酥脆 今天就教大家炸鱼块的正确做法 外酥理论,香味浓郁,下酒又下饭 做法简单又解地气,您一定能够学会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首先准备一条窄沙清洗干净的大鲤鱼 炸鱼块最好是选择肉厚刺少的鱼类 接下来清洗 把鱼腹里面这些残留的血污一定要清洗干净 准备半盆的清水 然后放入鱼,慢慢地清洗干净 特别是鱼筛和鱼肚里面 表面有些残留的鱼领再用刀刮干净 要不然吃着会影响口感 而且腥味很重 清洗干净后捞出控干水分 今天这条鱼偏大 有半条就够了 先从鱼头处切下 再从鱼尾切下 慢慢地向前推 这样半片鱼肉就取下来了 看一下这鱼肉特别的鲜嫩 要想做出的炸鱼块好吃 一定要选择鲜活的鱼 吃起来味道和口感才会好一些 留下半片用来做其他的菜 接着把鱼切剁掉不要 再改刀切成条不要太宽 也别太窄 大概两指的宽度就可以了 鱼身处偏宽的 用刀从中间切成两半 然后再切成条 全部切好后装入盆中 放入一勺的食盐 再倒入多一些的料酒 接着用手慢慢地翻拌均匀 这样能够很好的去除鱼肉里边的腥味和血水 翻拌大概一分钟左右 至表面起黏 接着倒入清水 清洗干净 可以看一下通过这样的处理 稍微清洗几下 水就变得非常的浑浊了 最好是清洗两到三遍 这样炸出来鱼块不会发黑 而且腥味小 清洗至颜色鲜亮 然后露出 放入漏勺或者是菜框中 把水分先控干 这样在腌制的时候才能够很好的入味 接下来准备腌料 小葱一根清洗干净 把葱白部位先拍破 这样能够很好的出葱香味 再改刀切成段 生姜一块也是拍破 这样更容易出姜的味道 再把小葱叶切成葱花 这个是最后再放入 增加香味又搭配颜色 全部切好后装入盆中 接下来把空干水分的鱼块倒入盆中 调味放入适量的盐 半勺的胡椒粉去腥增香 少许的十三香增加香味 适量的料酒去腥味 再倒入少许的香油增加香味 接着把切好的姜葱倒进来 用手慢慢的翻拌 时间稍微要长一点 让各种味道能够很好的融合进鱼肉里边 再次翻拌至表面起黏 先放一旁腌制十分钟 接下来获最关键的脆皮肤 盆中打入一个正经的母鸡蛋 再放入一勺的玉米淀粉 和一勺的普通面粉 这两样大概是60克 接着用手向一个方向 慢慢的搅拌均匀 如果感觉偏干的 可以放入少许的清水 搅拌成这样的酸奶状 再放入适量的植物油 继续搅拌均匀 这样炸出来鱼块 吃起来口感更酥脆 而且表面光亮好看 鱼肉通过十分钟的腌制 把里边的姜葱剪掉不要 像这样 然后倒入糊好的面副中 继续用手慢慢的翻拌均匀 让每个鱼块都粘上面副 这样炸出来成形好 口感吃着酥脆 准备好后 接下来开始起锅炸制 把锅烧干后 倒入多一些的植物油 不喜欢油炸的 也可以放入少许的油 用油煎的方式 油温烧至六成热 手离油面大概两寸左右 感觉特别烫就可以了 然后把挂好后的鱼块 向不同的方向放入锅中 下的时候 手一定让油面低一点 拿的太高 煎出的油容易烫着手 如果炸的比较多 最好是分两锅杂质 杂质定型后 先捞出来 再用同样的方法 把剩下的鱼块放入锅中 全部下完后 先静止五秒钟 再用勺子轻轻的推散 然后倒入提前炸过的一起炸制 继续保持中火 炸至两分钟左右 先把鱼肉炸熟炸透 最好是要复炸一遍 两分钟后捞出来 通过复炸不仅可以去除多余的油脂 而且口感吃起来 外酥里嫩 等油温甚至七成热 保持中火 再次倒入锅中 用勺子多推动几下 让其受热均匀 再炸40秒钟左右 炸至鱼块 颜色黄亮 都漂浮在油面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用漏勺捞出 听下这声音非常的酥脆 接下来盘中放入一张花笛纸 或者是厨房用纸巾 可以看一下 这鱼块炸得非常的干香 表面基本上是没有油脂的 装入盘中 最后再撒入一些椒盐 或者是自己喜欢吃的蘸料 再放入切好的小葱花 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哇 这看着就很有食欲 特别是过节或者是家里来客 坐上这么一盘 吃着非常的过瘾 这样一道外酥理论 干香不回软的炸鱼块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 记得帮忙点赞评论转发收场 我们明天再见